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最近有不少遊戲資訊及新聞 Gamehub 最近好像太多花生 反正最近又不是很多大作推出 不如就借個位來講講昨天做了直播新作《 Ghost of Jishima》 再講講之前 Unreal Engine 5 早兩天推出的 PS5 Tech Demo 吧 如果你有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資訊及消息 而星期三會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花生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我只差一點就可以拿到小鈴鐺,所以你的訂閱非常重要 好,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吧 《 Ghost of Jishima》 之前有人叫它對馬幽魂 有人叫它對馬幽靈 現在有人叫它對馬戰鬼 我就問過了,中文就未有官方的譯名 但遊戲的畫面及玩法 就在之前的State of Play 公開了一條18分鐘的影片 可能你沒有留意,我就快速跟大家講一講遊戲的背景及玩法吧 遊戲的開發廠《 Sucker Punch Productions 》 就是 PS3 的大熱名作《 Infamous 》的原作者 兩代遊戲中,玩家可以隨身發展角色 正邪之間做選擇 再加上半開放的城市及任務 令作品在當時的主機界紅極一時 《 Infamous 2nd Sun 》的預購數字更加強於《 The Last of Us》 可想而知當時的作品在玩家之間的知名度及期待度有多高 在 2014 年他們開發完遊戲的《 DLC First Light 》後 就消失了 3 年 直至 2017 年《 Sucker Punch 》公開了《 Ghost of Jishima 》的消息後 才令玩家再次對他們充滿期待 時駕三年,遊戲將會在今年的 7 月推出 所以剛才講了這麼多,就是為何大家會對它這麼期待 又或者大家明知道鬼佬做亞洲人樣一定出事 我都會等它的原因 遊戲故事背景就去到十三世紀末 蒙古帝國及對馬島之間的戰爭 直接一點,你就在一個死靜種的武士 就決定以戰鬼的方式去復仇 大家一聽到戰鬼的身份及玩法 一直都在想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 今次見到這條18分鐘的影片 大家終於知道甚麼叫戰鬼了 戰鬼就是... 登登登登... 刺客! 其實又不是完全是那回事的 但如果用這個字,大家可以更快地了解遊戲是玩甚麼 遊戲中,你可以有不同的裝扮 你可以做武士,光明正大地完成目標 又可以做戰鬼,相對就用刺客的方式去潛入 擊散目標 敵人又會因為你的戰鬼傳說而被你嚇壞 所以玩法上聽下去就跟傳統的黃道刺殺遊戲有少少相似 但似乎似,戰鬥方面都真的幾別樹一格 遊戲有著同時大家心目中沒有事的戰鬥風格 一閃,正大時機,將敵人一招解決 就這樣看下去就好像相當爽快了 Demo 裡面還有一個進行一閃的時候有一個特別的 Slow Motion 畫面 而戰鬼風格的時候,玩家就會進行潛入,有敵,聲動激勢 親敵人不為意進行刺殺 放暗器,再威翁敵人對你的恐懼將敵人一一擊破 在大地圖的時候,玩家也有常見的收集元素 方便大家弄不同的道具、裝備等等 遊戲裡面你都會跟不同的野生生物對決或交流 作為大作來說,它有鑽黃到AAA 大作大家喜歡的元素 大世界、漂亮畫面、爽快刺殺 又有一支技術向戰鬥,再加上歷史作為背景 相信有不少平時打開機的朋友都一定會喜歡 但實際上遊戲是怎樣,這些東西不玩上手自己都不知道 希望遊戲未來出來會有更多驚喜給大家 早幾天,Epic Games 公開了一段Unreal Engine 5 與 PS5 技術規格展示的影片 其實有這麼說,每一代的Unreal Engine 都展示出每一代主機的特色 Unreal Engine 3 的時候,PS3、Xbox 360 做出了一個非常好的新一頁 Unreal Engine 4 的時候,多平台輸出也方便了遊戲跨平台的發展 到Unreal Engine 5 到底會帶了什麼新刺激給大家呢? 其實今次的影片暗示了 PS5 或未來的 Pro 機器可以做到什麼水平 Unreal Engine 裡面的 Nanate 和 Lumen 兩個系統 就為整個遊戲設計上大大方便做開發者 如果你有玩過不同的 Engine 做開發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朋友都會知道一件事 有時候大家做開發的時候 很喜歡找到很多漂亮的素材 或者做一些很漂亮的素材 塞到遊戲中,到最後一打包的時候就出事了 因為不是每一部電腦或Device 都可以頂到同一時間這麼大的運算量 簡單來說就是Pack 出來就會超低FPS 但在新的Unreal Engine 5 裡面 Nana 系統就可以產生到虛而微多邊形幾何體 說回人話就是可以令開發者把剛才的擔心一下剔走 系統也可以就玩家用Device 自行進行調整 在玩家眼中就可以拿到Device 最適合的效果 做開發的時候我們亦都不需要再一件一件素材的downgrade 在影片裏,Epic 的CEO Tim Sweeney 都提到 UE5 基本上可以做到人類肉眼的極限 所以在 8K 螢幕或 16K 螢幕未正式普及之前 大家應該夠做得了 而另一個系統 Lumen 為光影帶來一個新層次 除了UE4 帶給大家的移動光源反彈之外 今次更加就會就物體的幾何形狀而變化 Team Sweeney 亦都提到希望今次的UE5 可達成 可以做一個創作完全無縫、連貫、無規限的世界下一代平台的目標 其次之前的UE4 亦都改變收費模式 令不少的小團隊甚至是個人創作者都用得起它 而今次的UE5 亦都為開發者完全開放了 Crystal Megascan 的素材庫 希望更多小團隊可以開發出高畫質的遊戲 UE5 未來會在 2021 年正式推出 不知道未來的遊戲可以轉發到什麼水平呢? 其實這段會不會太外星話你們聽不明白 我只想可以打到 PS5 的鍵盤 打算壓一下 View 而已 如果太深的話我下次會講淺一點 今集的遊戲情報科就來到這裏 今集也嘗試將一些業界的資訊和技術資訊放下來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在留言告訴我你有什麼感受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訂閱和交鼓語言 我是希治閣,我們星期三的GameHop 再見 拜拜